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請多指 昨天台股上漲了30點 我說它的缺點就是反彈沒有量 昨天的成量只有716億 既然昨天反彈無量 只好今天下殺取量 今天台股成量873億 跌了106點 下殺取量當然是一件好事情 我常常跟你提到的一件事情 有量就有價 所以對於今天台股的一個下殺 當然很多檔股票 會出現很好的買點 為什麼 就大盤15來看 9276達到今天9631 跌掉了300多點 從去年度的一個下半年開始 我講過了好幾遍 台股是高姿態的強勢整體架構 只要它敢跌300點以上 你來跟我佈局 都會得到一個很好的操作效果 你看去年度的一個下半年 這邊300點 這邊超過300點 這邊也是 每一次跌超過300點 你來跟我買股票 都會大賺 因為指數都會推高 包括上一次也是一樣 上一次這邊跌掉了307點 你來跟我卡位的 一樣成為市場上 頂尖的贏家 今天台股跌了106點 前波的低檔 你要聽好聽進去 上次 這個收繳指跌的一個訊號 所帶給你也是 很大的一波的漲幅 所以 3月10號 這根黑客棒 就是目前台股最強力的支撐 最低是9562 今天指數有沒有逼近了 今天台股呢 最低是9631 所以 離前波的低檔 最強力的支撐 差不到70點 所以 今天台股大跌 要不要跟我買 我今天當然會運用 反市場的一個操作 逢低 承接股票 我今天買進了一檔 強勢性的基金股股 今天買完 會讓會員賺錢 今天台股不是大漲 我們今天買了這檔個股 來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你看看它3月1分0收 從去年度到今天為止 創新高 那跟去年比較呢 成長了3 4% 那我顯示這樣的一個數據 那會員你應該知道 是哪一檔個股 那今天我利用的是 大盤重做的106點 卡位 那買了之後呢 尾盤收高 我明天還要加碼 你當然還有上次的機會 強勢 肌肉性的個股 我不會只有買一次 獲利的陳述效果 一定是買進加碼 爆波段 所以今天台股呢 回了106點 再聽一遍 前波的低檔 收腳只跌 因為它轉折向上 所以這邊叫支撐 那今天台股呢 跌了106點 來到9631 支撐是不是接近了 既然支撐接近了 你就安心的 跟清朗老師來重壓 從今年度的下半年開始 只要跌幅超過300點台股 你來跟我布局 績效 真的就是嚇嚇叫啊 就如同 禮拜一嘛 大盤盤中一樣啊 急殺62點啊 什麼股票可以買 2231的維生 我當時看到大盤一樣啊 幾乎是當天盤中最低點啊 跌62點嘛 買強勢的 機優性的個股啦 那這場維生 胎壓堅持是一個大廠 賺一個股本很機優 那目前我看好的是 大陸市場很大 而且技術型態底部 非常的完整嘛 我告訴會員 2007附近買 10點06分啊 你看經過17分鐘 23分股價幾塊錢 2007啊 你去對時對價 2007保證一定成交啊 當時候還有成交在 269.5嘛 所以你看到我們在盤中 可以混的資訊 就是我在電視當中 所秀的一個內容 不管是一檔個股的 產業的分析 還是它的技術型態 量價 都交代很清楚嘛 所以操作股票 千萬不能憑感覺 猜猜看 到底這檔股票 是會漲還是會跌 你用猜的 大部分來講 你都會賠嘛 所以操作個股 健老師的用心很清楚啊 維生做胎壓監測器的嘛 賺你股本啊 目前我看到大陸市場這一塊 歐美早就有實施好幾年了嘛 台灣這兩年開始做 大陸還沒有法令規範啊 所以一旦 大陸那一塊 法令強制實施 一台汽車一定要安裝4顆胎壓監測器 那對於維生未來的基本面的一個成長力道 一定是相當驚人 既然我看好未來的業績的爆發力 股價在底部啊 而且是一個發動點哦 現在有沒有 如果你是我的一個老同學 你是我的會員 應該知道維生 我已經超過半年不碰它了 為什麼不碰它 為什麼不碰它 之前這要修正斷 這要空頭走勢嘛 不用去碰啊 碰了受傷嘛 那在打底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在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布局的 你很容易被洗掉嘛 那到現在為止 我看到的是一個攻擊訊號 我看到是一個發動的一個記錄點 所以你不用等 禮拜一 買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 現買現賺啊 這米青菜公共哦 我們把會員的一個call訊 拿出來跟你對時對價 相信這樣一個操盤節奏 其他分析師很難辦得到 哪一位分析師 可以把他帶領會員的call訊 秀的比慶榮老師還多的 不管是買進的訊息 還是賣出的訊息 相信很少啊 幾乎沒有人嘛 因為這個股票市場上 贏家就是少數啊 你想不想成為 這個市場上 top級的贏家 希望慶榮老師這邊給予 會員的盤中call訊 你一起來帶到 270買啊 利用大盤擊殺 禮拜跌了62點嘛 270買完之後 漲9塊錢 對收盤是279啊 但是最高是282啊 我們用收盤線來計算是賺9塊啊 所以你拜二維生直接亮燈 來到306.5 兩天36塊錢 從270到306.5嘛 很快速的一個時間嘛 你有沒有看到 這幾天的一個維生 亮滾亮 價自然會創新高 到今天為止 維生啊 這三天的一個量能 漂不漂亮 每天的成這樣 都增加 每天都出現新的攻擊的 清天量 他當然還有高點 所以整個維生今天 雖然面對台股 重做106點 台灣中大漲8.6% 漲了7塊半 今天有漂亮嗎 我問你 270到今天收盤價314啊 這樣比碳還四塊 如果用高低點來計算 超過60塊錢 今天最高是333啊 那這幾天 你感覺盤好不好操作 但是如果你跟我 買的是維生呢 你會覺得 好像中了樂透一樣 雖然今天台股是跌了106點嘛 從禮拜到禮拜三 這三天啊 盤再瞎壓 再取量 你的持股 的一個狀態是如何 其實我今天要特別的 一個關注到TOMEO 你的一個持股狀態 因為盤來到波段低點 是你調整持股最好時機 有些股票 基本面很爛的 籌碼量價是弱勢的 該換早就要換 我怕的是 今天有很多檔的 你手中的極油股 它明天開始可能會上漲 你千萬不要在今天 莫名的因為台股 來到波段低點 盤中做錯了106點 你隨便砍掉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時刻 今天調整子股很好啊 你要調整對的 那你的一個之前的虧損 可能會連本帶利討回來 但是千萬不要把 明天會開始漲的強勢機油股 你今天因為大盤跌而把它賣掉 這些強勢機油股 反而是你今天要 加碼的十幾點啊 所以今天真的很重要 清朗老師不是要跟你炫耀 這三天我們 維生賺了44塊錢 我要提醒你的是 看我的節目 你要有所收穫跟漲進 今天一個時機點 你到底面對你手中的持股 有沒有辦法分辨 到底哪些是強勢機油股 哪些是弱勢的 如果你有這方面困擾 今天很關鍵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清朗老師負責幫你解決 太弱留強真的很重要 不是嘴講而已 要做執行的動作 否則等到大盤 會不會上 等到上了 你的弱勢股又不動 結果強勢機油股 你今天把它砍掉 真的會非常不划算 所以今天很關鍵 很重要 再提醒你一遍 你的持股 需要清朗老師幫你做調整的 今天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所以操盤的一個節奏性 清朗老師選股的功力 當然不在話下 價錢投資節目內容所呈現的 黨黨都是機油股 賺一個股本的維生 專業股本 大陸市場那一塊很大 對 為什麼之前都不碰 空頭走勢不碰 整理不碰 整理的末端發動點 我開始買 我開始買 禮拜 台湾中 台股跌了62點買 買了之後呢 是不是開始上漲 今天維生呢 已經從270漲到314了 瞧不起啊 台股跌了106點 我的股票是不是強棒 所以呢 三天44塊錢 代表的 今年度的 內資中食股引動的行情 超過三成以上的股票 你還是看得到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你是真的可以賺到 賺保賺滿 維生這三天啊 將近30%了啊 將近30%了啊 所以這個盤 你覺得很困難 是因為你股票選錯了 或是你跟錯之心 希望 在今天看完節目之後 慶恩老師給你一個 信心 你是可以加強的 你想跟慶恩老師合作的 今天就不用客氣了啦 真的不用客氣了 在這三天啊 我有沒有很用心的 帶領會員買進一檔 剛發動的強勢極油股啊 三天的時間 我們賺了44塊錢啊 量滾量 今天再出現新的一個天量 它當然還會再漲 就像昨天的康控嗎 昨天 開高走低啊 擔心嘛 擔心很正常啊 如果你手中持有的 或是你昨天才去追的 對不對 不要去猜 慶恩老師的買賣點 不要看完節目之後 才去做動作 你買股票 賣股票 多玩我一天 一來一往差兩天 你一起讓它探集 所以整個一個康控 它沒有那麼容易結束啊 昨天出現新的一個天量 4000多張 昨天的高點會不會過 這答案叫做肯定距 只是說這個高點 什麼時候會過啊 到底它會整理一下就馬上過呢 還是要整理一段很長的時間 再過呢 這就是專業的美額所在啊 3月24號的康控 當時候公佈了2月營收成長率超過一倍啊 140%嘛 我們從量價跟形態告訴你要走噴出段 最低92啊 買完之後收100.5啊 當然要買啊 它有沒有噴出 從92 噴出來到11 我4月5號138停力賣出 這段53% 親愛的朋友 什麼是反市場操作 4月5號那一天 大家都看好台股要上萬點 這桿啦 對不對 每個節目都告訴你 馬上要看到萬點啊 我幫你做的減碼動作 4月5號的康控 我138賣 賣完之後下來再低接嘛 所以整個台股也是一樣啊 當大家都看好 親老師帶你減碼 今天你很受傷 市場上很悲觀 大部分的節目可能告訴你 放空嘛 或是保守嘛 或是不敢分析嘛 我反而非常的樂觀啊 下殺取量 好事情啊 有量就有價嘛 代表今天低檔的成縣買盤相當積極 更何況台股已經跌掉了300多點啊 跌了300多點 那是你的機會 那是你的機會 你把握啦 你還要把握啦 什麼是高檔賣低檔出 康控4月5號 這樣53% 138賣嘛 賣完之後 回檔三天叫轉折嘛 121接回啊 差了17塊錢耶 是不是做接回的動作 這訊息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啊 是不是 接回之後當天收高 上禮拜二你要投不對 125再賣 再賣啊 這訊息有沒有很清楚 對 125賣完之後 禮拜三跌到115碼 我沒有看壞啊 親愛觀眾 看節目要懂得看門道 不是隨便去湊熱鬧 每天翻開掌停板的有意義嗎 你是會員參加之後 真的有掌停板嗎 竟然是解盤的風格 什麼叫反市場 當康控回檔 來到上禮拜三的115 我敢跟你打包票 其他分析師沒有人敢面對他 沒有人敢分析他 只有在下我 繼續的追蹤 這就是對會員持股的照顧 這就是對電視機觀眾 你想知道的一個行情 所提供給你最標準的分析 而且是準確的分析啊 我有沒有在照顧你們 我不是只有在 好好帶會員而已啦 我知道太多同僚 喜歡看我的節目了 我能講給你們聽的 我盡量講給你們 那一些該保留給我們會員的 應該有的權利 我要給他們適度的尊重 所以希望你們要 諒解見解一下 至少在上禮拜三 康控的回檔下來 我怎麼跟你分析 我說明後天有機會啊 是不是 其他分析師 誰會敢跟你這樣打包票 誰會告訴你下來要低階 沒有嘛 大家通常是 漲停板了 大漲之後了 才來錦上天花嘛 才來湊熱鬧嘛 贏家 的一個操盤手法 一定具有市場上領先性嘛 上禮拜三告訴你明後天有機會嘛 我盤中當然告訴你 一期 先買進行卡位 如果真的有下來 我會再加碼 這上禮拜三的動作啊 所以禮拜三 低階完之後 隔天漲停嘛 對漲停板 還沒有發生以前先低階嘛 所以禮拜四當然很漂亮 那禮拜五又回檔了 又回檔了 來到120耶 誰會告訴你 如果有再下來一定要大買 其他分析不敢講吧 信老師講給你聽 我沒有因為他黑黑棒跌下來 看壞他嘛 從上禮拜三到禮拜五 我如此的分析 對你的操作 才有正面加分的效果嘛 因為接下來 香港是大漲 而且創新高嘛 所以上禮拜五在香港 我當然會再度的出手低階 121附近再低階 當年台股跌了103點嘛 盤中的一下子 你可能剩在等 請老師等一會 因為我對個股的研究很深入 尤其你看一下我選的股票 基本上真的很強 量價型態難不倒我 你跟著盤中的資訊 一起來動作 上禮拜五的121低階的 禮拜一馬上亮燈了 對不對 從117買的禮拜五 121再買啊 兩根漲停板啊 禮拜我說過有機會過 141前波高點嘛 有沒有過 昨天啊 昨天143天5嘛 過高之後 當然會有賣壓 一定有賣壓嘛 那接下來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我說出現4800多張的一個新天亮啊 那一亮先價型的概念 它當然還有高點 它當然好推升的空間 所以我昨天給你結論 這檔康控 它是還可以低階的 它是還可以低階的啊 所以今天的康控 跌嘛 跌到125啊 有沒有把握低階 把握低階 因為我剛才有講過 如果康控 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整理 再過昨天的高點 我可能不會 做接回的動作 但是 如果我的研讀 是經過幾天的回檔修正 它馬上要再過高 那這幾天的一個回檔修正 你就好好跟我來卡位 今天嗎 明天嗎 後天嗎 不要去猜 來 親老師 會把會員的口訊秀給你看 就代表了 我的一個操作的決心 絕對不是 憑空杜撰 有實力的分析師 不怕你來比較 不怕你去印證 希望今天台股的一個 下壓106點 調整值股最好的時機 你要把握住 這個關鍵性的時刻 股票調整對 加碼對 你之前的損失 會連本代理討回來 需要親老師幫忙的地方 等一下廣告中的電話 你就給它撥進來 慶老師幫你負責 調整持股 休息一下 再回到今天一個現場 謝謝大家 一定带出 成通投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成通投顾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成通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雷克波达入区追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我们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的雷克创下波段新高 代表每一位观众 每一位会员 你有买的 今天多赚钱吗 除非今天最高点 你继续乱追嘛 这场个股的一个操作 在4月7号 我说营收很棒 成长超过一倍 148% 那出现1万张的攻击新天量 我这套股票 你们看到量大好进出 真的又好赚嘛 既然要走喷出段 直接市价追进 很清楚的一个脉络嘛 我当天不会告诉你 我们买最低啊 这边画个圈圈啊 然后没有秀出费的口讯嘛 不会 4月7号的一个雷克 11.38分嘛 直接市价买进啊 当的位置大概在32块钱嘛 我就是用追的啊 没有错吧 追完之后当天当然会亮灯 亮灯完之后 接下来没有低点啊 所以当天的策略对不对 买在32的 接下来没有32块钱以下让你买 它真的喷出了 来到34.75嘛 那4月11号创新高开始回档了 我看到是连续三天超过1万张的聚合攻击量 所以当它回档修正 我说它很强 尤其上礼拜五嘛 大盘重做嘛 我说支撑接近了耶 我买进了这个红黑棒就是支撑 我买在32嘛 对不对 上礼拜五收在32.35嘛 要不要再买 谁会在一档股票回档的时候 告诉你那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介入点 多头个股要就买再发动跌 另外呢就是当回撤的时候再度的做介入嘛 两个策略我做给你看 上礼拜五大盘是跌了103点 雷科营收依然成长79%嘛 趁回档33附近低接再买嘛 保证一定成交啊 因为上礼拜我收在32.35嘛 所以关键线的时刻 金老师负责帮你低接 一些强势性的基础股嘛 低接完之后 你看一下礼拜是不是开始涨了 礼拜二昨天是不是直接涨停板 赚涨停板要靠实力 这两个位置你跟我买的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探紧呀 大家都探紧呀 昨天13000的一个新天量 我说即将过高嘛 今天有没有过高 过高之后 获利性的卖压让他 怎么样 尾盘下压嘛 那怎么看待雷克的后市 爆量而且壮高 该怎么处理 今天的雷克 爆出25000张的新天量嘛 一量先价钱概念 当然还有高点啊 只是说今天的一个量人 周转率有一点太高 所以呢 当雷克 如果他一样 要经过长时间的整理啊 今天该卖就应该要卖嘛 你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整个雷克呢 今天爆量创高之后呢 他的一个整理的过程呢 时间不会太久 比如说整理个三五天 就会再走高 那包括今天的一个雷克 尾盘 可不可以低界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帮会员 管理持股的问题啊 所以大盘今天压回了106点 这是机会 反市场操作的清隆老师 喜欢在大盘重做 告诉会员买进最强势的 基本面的个股啊 今天这档股票 你有没有看到 三月份营收创新高 跟去年比较成长34% 利用今天大盘重做106点买啊 就像礼拜一的一个维生嘛 利用大盘跌62点啊 买在270 买完之后礼拜涨停板 今天又大涨了8.6% 三个交易日44块钱嘛 所以这档个股的基本面 那么棒 形态上来讲 刚突破 刚发动 而且出现很棒的攻击新天亮 我今天告诉会员买 买完之后 没有因为大盘的回档而收低 而是收最高 今天现买现赚 明天你还有上次的机会 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那么难得 台股跌了300多点嘛 给你跟清老师 弯腰减便宜货的时候 我说过 这个时间你来跟我布局 真的会非常划算 如果你的持股 有很大的问题 需要帮忙的地方 广告中的电话 你尽量给他打进来 清老师负责帮你解决问题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 Republican 优 ق太久了 택 КорE 。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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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